海上出現違法中國漁船 海巡特勤 鶴槍實彈立刻衝進船艙歹人 身為第一線特勤戰力 他們不只訓練紮實 裝備也逐步更新 海巡署特勤隊16號貼出絕標公告 這回編列770萬預算 用來購買新型衝鋒槍 但現在卻傳出 其實買的是突擊步槍 7.62口徑的.300B5K突擊步槍 不僅是目前最新樣式 相較於我國特勤單位現役的MP5 衝鋒槍不只更輕巧 火力也更大 但平面媒體指出 這類型槍枝屬於突擊步槍 和海巡署開出的衝鋒槍標案不符 恐怕有違法疑慮 有關本署正防分署特勤隊 衝鋒槍及7.3槍採購案 均一採購程序 與政府電子採購網完成公開徵求 且招標文件 亦經召開第一與第二次評選會議完畢 全程均符合政府採購法規範 海巡署強調 都符合程序 而專家對於海巡反恐武力升級 也點出重要性 因為它也是比較適合近距離戰鬥 那你要把它當衝鋒槍用 其實也不是不行 像300BK 它在傳統力方面更強大的時候 那其實你 這些比較傳統的這種防彈衣 它是擋不住的 在反恐作戰就比較有力 劇情人士透露 這回採購出現爭議 是因為點300口徑槍械 同樣具備輕巧短小 射速快等特性符合衝鋒槍標準 加上時代眼鏡 現金的衝鋒槍口徑 也不限於9公里的傳統樣式 但這回冒出採購爭議 相關單位恐怕在招標細節 也得更加留意 相信今晚就是最喜歡的 想年的解說 1.3.1 3.4.3 項目 3.4.3 項目 1.1 4.5 項目 6.4.1 6.0 6.0